当我们左手边在看到 这个是民调 是绿智库的民调 说王金平胜朱立伦 当然这部分有些细节部分 我们要做讨论 但是另外一个 今天的周刊说 这个传出国民党 打算用三个弊案 逼朱立伦就范 但是依周刊说 如果朱立伦选总统的话 那是国民党灾难 但是我们要回来一件事情 我当时要问世间议员 这个事情在搭上 现在这个马英九好像也没放手 对于整个未来这个选举上面 有什么样的变化 世间 杰明 为我们台湾的民好 金管会 他这是形同虚设 金管会保险局应该立刻解散 由调查局来接管 你不晓得这些家伙可恶到什么地步 在我们讲话的同时 可能又有这样的公司 又在无轨搬运 而我们不知道 下个月半年后 一年后我们又要来讨论这样 类似这样 让你看到要吐血的案子 我就这样 我就讲我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时候 我碰到了就好 金管会纵容台湾人寿 台湾人寿的特定一个建设公司 对 他们去把持啦 对 就这个建设公司的那个自己的本身股票有问题 对 公司体质有问题 他就用这个台湾人寿的基金去买他 就买他自己特定的股票 对 金管会 事额不见 那保险局更不用讲 就认定他这么搞 等到哪一天可能台湾人寿钱没有补足嘛 私下该送的送钱的没送过 金管会想到才去跟他查一下 结果就这么一来一回 光台湾人寿的资金赔了二十亿 二十亿也当时候的钱 所以你刚刚在讲说邓文聰什么本事 邓文聰的本事就是送钱给黑钱贿赂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 索手拿了一百八十一的土地 右手贝了两百四十五亿 我愤怒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家伙可以这样子 没有人可以去阻止他 当时我们阻止他 我们骂他 我们指责我们要求怎么样 统统不被当一回事 我们受到 我们反而是我们这些正派的人受到压抑 受到排挤 那么 另外 世杰你的卖掉了 你的卖掉了 我先交易韦哲 来韦哲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激动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上 现在是幸福 幸福因为跟国民党 关系那么密切 所以我们觉得国民党要负责任 但后面还有国保 国保后面还有没有 还有 招养人寿 台湾人寿也要卖了 政府继续当这个冤大头 要当多久 全民继续买单买多久 我们只是不了解这样子 那今晚会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招养人寿 远雄人寿 然后台湾人寿也要卖 台湾人寿还惹到中国信多 还惹到港资 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然后这些金管会的高官们 卸任后三年两年 旋转门一过 马上就到那边 有没有机会到那边去任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中间才是 我们要追究的 为什么这些建商特别喜欢买人寿 因为人寿有满手的现金 他们拿去投资土地 一手掏空这些公司 一手可以获利 邓文聪可以说是天使投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回台湾 神秘的回台湾 大家都说他后面有中资的背景 他回台湾 第一个先买这个亏空的幸福人寿 第二个先买这个中央日报 都是非常奇怪 就两个明显不会赚钱 任何一个有生意头脑会赚钱都知道 有土地 这两个人不能 这两个两家公司是绝对不会买 可是为什么他买了 而且买了之后幸福人寿 从2008年本来是亏30几亿 后来到邓文聪接手之后 逐年扩大亏损到250几亿 为什么这中间钱跑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多亏了200多亿 就是变成土地了嘛 变成土地之后再转卖 第一架转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而这家公司可能就是邓文聪来主掌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滔工公司的手法 大家都知道过去也不是没发生过 可是金管会难道不知道吗 检调单位难道不知道吗 可是邓文聪平常都在干什么 他平常晚上都是在跟政治人物吃饭喝酒 在台北市 两岸关系 最豪华的地方 厌情这些政治人物蓝绿都有 那像这样子的人 他可以在我们政府机关里面无往不利 可以不断地拿人民的钱 不断地掏空人民的血汗钱 然后我们政府再帮他去补 这些钱跑到哪里去了 那其实邓文聪他最近还出了 去年出了一个书 叫做什么 民主 民主是应道理对华人社会的启发 当时还办了一个论坛 然后找了很多蓝绿政治人物去 第一个去帮他支持的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立法院院长 那可能关系就很好 王金平不知道邓文聪做了什么事吗 不知道邓文聪因为 这些掏空公司的争议被金管会去职吗 不准他再担任这个人寿公司的董事长 王金平还是出席啊 那当然民进党也是有出席的啦 像洪奇昌啊等等 吴树银他们也是有出席 所以这些人是不是长期的跟邓文聪关系友好 否则叫这个政治人物红顶商人 他的资金到底从哪里来的 他不断的掏空台湾的资产 然后去买土地买酒店 买这个公司 然后去掏空连长虹营照 原本是张龙发的女儿去成立的 邓文聪买下来之后呢 亏损呢 也是从本来可能亏五十几亿 变成亏一百多亿 那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相关的单位是不是要好好去调查 只有我们在这里骂 可是问题是 这些人可能白天 金管会出来骂一骂 但是晚上可能都跟金管会 跟这些政治人物一起在吃饭 建民我只要非常简单讲一个比例原则 在国民党交给这个 卖给邓文聪之前 新闻人数已经亏损 对 亏损三十多亿 三十七亿 然后呢国民党卖给邓文聪 邓文聪还要拿两亿出来 对 那国民党拿两亿 那没事 那结果现在邓文聪经营 现在已经亏损了两百多亿 两百多亿要交给 要交给金管会介入 要交给下一个买组的时候 变成我们要贴钱 为什么当初国民党卖给邓文聪 不是国民党贴钱 把它弥补它的亏损 不是 这中间符合比例原则 我中间觉得非常的奇怪 在这里 国民党应该不要拿出来钱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追踪下去 国民党是把一个烂货 丢给邓文聪 邓文聪再搞得更烂 可是里面有三件事情 我想我还是 因为事件不好已经跟他 那个卖掉下去 在那边讲完 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检调为什么不查 国民党的检调 检调不是国民党 中华民国检调为什么不查 这一次要不要查 要不要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个人当时一开始 公司已经亏钱了 那么金管会 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的金管会 说你要赶快来争资 他说我没有钱争资 但是就在他讲 没有钱争资的时候 他去买了君宏酒店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当时金管会 不去出理这个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 当他亏损扩大的时候 他又不愿意争资的时候 为什么当时没有热力 他这个停掉他的职务 是说因为他是大股东 不争资没谁争资 难道这背后国民党的 这些立法委员诸公里面 不要负责任吗 世间 杰明我刚为什么那么气 我一直说金管会 保险局这些干脆废掉 赶快调查局接管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在搞什么 还有一个收主意 最后我们在金融界就剩两三块净土而已 百分之百国营的 我们的国库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他们现在还规划 本来要先把他们释出百分之二十 要把台银百分之二十的股票 和土地银行百分之二十的股票 干嘛 也是要恰这些特定 这些内神通外鬼来的 这些恶劣的 我们市府 我们政府里面 就是有坚守制造的这些官员 101模式被鼎心霸震的模式 他要复制到其他 像是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我们最后一块净土 你想想喔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这我们的国库 这唯一剩下百分之百 可以国家来支配 由我们人民配合国家政策 印新台币的银行 他们都敢这么做 如果邓文聰没出这个事 你看好了 这百分之二十一定是恰这些家伙 恰这些居民狗道自备 为什么 因为市府政府里面 永远有这些内鬼 这些内神通外鬼 这些内鬼坚守制造 才会有这些情况 所以我要求 我希望 我希望调查局能够来接管 来看一看 金管会保险局这些烂账 那保险局跟金管会 现在最好住住闭口 他们说有处理的 说这个案子有处理 怎么处理 他动用保险安定基金处理 废话嘛 那就是我们人民的钱 你动不动搞了什么烂摊子 你就从这个保险安定基金 拜托保险安定基金 是所有我们全国两千三百万人民 有参加保险的人 他们最后的一道保障 所以拿这个处理 那还需要他们干什么 而且还说一句话说 这个没有动用老百姓的钱 不是动用老百姓 你钱在那里哪里来的 然后我跟你讲千明 那块土地 什么金管会 限定他什么时候卖的 不是啦 根本套好招 他拿金管 金管会跟他套好招 就让他贱卖给自己 左手卖给右手 董监事要不要给 对啊 金管会是出那个文 让他以后回避掉这个刑事追溯的责任 这很清楚的事情啦 刚才嘉瑜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追下去啊 担心的事情是 会不会又所有事情又不得而已 这个土地还是一样石沉大海 这个人还是继续晚上歌舞升天 然后白天去跟这个两岸官员见面 难道我们要是这样的政府吗 但是似乎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选举为上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马祖父吴敦毅选总统 这是今天算是一个蛮大的消息 同时用三弊案去逼退朱 所以表示朱似乎有些弊案的问题 但朱又说 爸爸我会叫我太太跟你讲 就是这样的人说 你不要再说 我现在选举很艰困 到底你在玩什么把戏 我背后的事情不处理 那么你要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呢 但是今天有个民调出来 念给大家听 就是新台湾智库今天发表民调 对于2016年总统选举 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代表 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吴敦毅 王静明等人 那么其中呢 蔡呢是零了 饮了20.9 那么蔡呢跟王呢 只有16.4 那至于吴 马英九你最爱的吴 是54.1大输给蔡英文 那么对于2016年呢 在朱立伦 吴敦毅 王静明三人当中呢 比较希望是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呢 目前看起来是这个结果 朱立伦39.8 还是党内最高声望 王静平33.4 而吴敦毅呢 只有5.3 泛兰支持度呢 以63.3% 几乎是一面倒的希望支持朱立伦 请注意 这是泛兰 好 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以李教士民调来看 朱立伦对蔡英文是 33.1对54.0 我用圈起来就是蔡英文 那么这个达20.9 那么如果是文党对蔡英文呢 是15.5对69.6 所以如果马英九希望吴敦毅出来选的话 恐怕就是等于就是蔡英文笃定了 但是王静平呢 有后来追起之势 他是34.5呢 比上了50.9 那么从政党分析来看 王静平得到21.5的泛率支持者 那么在泛兰部分呢 仅拿到58.3 而朱立伦呢 则拿到5.7%的泛率 所以看起来王静平在两边呢 这个是有一些平衡的 那么若询问 朱立伦 蔡英文 宋楚瑜 对 因为最近这个有一个篇文章是新新闻 叫做宋楚瑜的洗 洗什么东西 年糕 洗年糕 好 这个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所以宋楚瑜也是黑马 因为现在有人说希望 欢迎宋楚瑜回到国民党来参选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2016总统 这个声音也正在起来 但是至于周美清小姐 因为当时说这个周 周什么天下那些事情 正好周没多久就进了医院 所以他身体是不是能看几 现在看起来没人在讨周了 好 回来一件事情 三人支持度分别为25.5 45还有19.5 宋楚瑜也拉到19.5了 所以这些民调总共是有1068份 90%信息水平误差3% 来看这个结果 来 文雄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现在这个民调目前做还太早了 因为到底这个民进党已经确定是蔡英文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把那个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刚才文雄在讲说民进党已经确认是蔡英文的时候 那口气有一点点的迟疑 要不要重新再论述一下 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要加一个没有意外 没有意外的话 以名截止啊 真的啊 还没有意外吗 好 那那是欢迎句话讲说民进党很明确 明确 好不好 这样可以 对 明确 很明确是蔡英文 说那个票很容易就可以表态 对 他在国民党这边 你像那个陈玄胜 廖正景 他们还是属于这个朱立伦嘛 是 那可是很多人在看啊 到底马英九喜欢谁啊 然后今天最有意思 那个媒体出来说 这个吴敦毅怎么样怎么样 搞了半天 那是不得已的 吴敦毅这一段时间那么有新闻 他不放这个消息怎么会有人登呢 对 我忘掉还有吴敦毅啊 都忘掉也还有吴敦毅 对不对 还有白先生的 白先生 不好意思 所以我说那个消息 东华跟来说这个谁放的 其实我不好意思说 那就是吴敦毅他们的人自己放的嘛 是 不 谁会管他 吴敦毅现在选不选了 对不对 虽然吴敦毅从过年后一再问人家说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恢复一点 不必问了 除非马英九要你 那看样子马英九 现在只是急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不急得解决谁当总统的问题 所以我在看啊 这个民调有没有意义 有 以现阶段来看 说那民进党是一定赢的 但是 这个民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之前曾经有个调查 就是朱玉仁跟蔡英文的差别 曾经一度大概只有 才一趴两趴 对对对 只有这个 但是这个 在这个民调里面变大了 可是之前 这个王金平几乎是差三十几趴 跟这个蔡英文 这个民调反而是接近的 应该是这样讲 就时间越靠近 被检验的项目就越清楚 那蔡英文该被检验的 检验到现在就是说 你除了党内团不团结 这个部分 要受你质疑 其他也没有嘛 那党内只有什么 少部分主张台独的 深绿的人想 想借这个机会来 要挟民进党 如此而已嘛 那蔡英文就不一定的哦 朱立伦和他岳父之间 到底是互补还是相害 谁晓得 那王金平这样的部分 现在没有人说到坏处 没有人说到过去的不好的地方 因为 他也没有一定会选啊 其实王金平现在最想要的是说 赶快确定我的党籍 让我先把 把院长的这个职务先保住 确定提名再说嘛 好了 那其他的人 看不到别人了 所以我看 以现在这份民调来看 那是代表告诉大家就是说 民进党一定当选了 所以 对民进党的人想说 你们现在大家要 没有啦 我没有那么 就各位啊 不要再对党主席有质疑了 好 戒身恐惧啊 个人去努力 个人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是给国民党的人看的话 就是说 好了 不要白忙一场了 立委赶快 赶快好好去布局啊 立委赶快能求上再说啦 可是啊 等一下 韦哲我先稍微这个讲一下 刚才这个文雄委员讲到说 这个蔡英文就稳上了 可是呢 最近有一个消息 倒是让我觉得 哎呀这个很奇怪 这个你知道现在怎么做吗 你们发现到 现在用两岸关系 开始打压蔡英文哦 那么蔡英文有谈到什么 三分有力什么东西的 就我不知道美方哪个人士 又有个美方的人数 我不知道是谁的 说讲得不清楚 所以看起来 马英九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方面用今天消息说 这个他用3B案去卡租 要跟王 似乎要跟王结盟了 那么这样子他的位置可以安稳 另外一方面呢 想用两岸关系去踢蔡英文 这事情恐怕还有得演啊 这让我想起来搞不好 金普通去美国 是要铺牌这个事情 也不一定哦 这不一定哦 因为美方的关系 过去在2012年 蔡英文的确吃了点苦头 第二个 我想讲的是 马英九的态度很重要 如果是对吴 那马英九当然 这个吴 国民党推出吴的话 马英九当然全力相挺 当然相挺的是加分的减分 我不知道了 但是马英九讲说 我没有跛脚 但是要他等于告诉党内的人说 我是败事有余的 所以说如果是租 可能马英九两相不邦 搞不好 如果是王的话 马英九一定扯后腿的 所以这个民调 扣除机构效应之外 有的参考价值在于 王金平的人气是比较高 可是重点在于 马英九这个变数 还没有办法在民调里面呈现出来 还有两岸关系 为什么是蔡英文 也是最 他要搞这个扯后腿啊 这是我们民进党 要解决 我们民进党要解决 而且内部要整合的问题 你还记得吗 当时徐家庆扯出了阿扁的事情的时候 马英九去做什么东西 他去做自拍 我们就印象 往后面一队人 看想说一个自拍 可以挤多少人 更多的内心 密心 我们都要问一下 陈东好 因为陈东好新新闻 有一些惊爆的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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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